一转换一个思路思考问题,一个犹太人走进纽约的一家银行,来到贷款部,大模大样的坐下来,请问,先生有什么事情吗?贷款部经历一边问,一边打量着来人的穿着,豪华的西服,高级皮鞋,昂贵的手表,还有箱宝石的领带夹子,我想借些钱。 好啊,你要借多少?一美元,只需要一美元。不错,只借一美元,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有担保,再多点也无妨。好吧,这些担保可以吗?犹太人说着,从豪华的皮包里取出一堆股票,国债等等,放在经理的写字台上。 总共50万美元,够了吧?当然,当然,不过,你真的只要借一美元吗?是的,说着,犹太人借过了一美元,年薪为6%,只要您付出6%的利息,一年后归还,我们可以把这些股票还给你。 谢谢,犹太人说完,就准备离开银行,一直在旁边冷眼观看的分行长,怎么也弄不明白,拥有50万美元的人,怎么会来银行借一美元? 他慌慌慌张张的追上前去,对犹太人说,啊,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我实在弄不清楚,你拥有50万美元,为什么只借一美元? 要是你想借30,40万美元的话,我们也会很乐意的,请不必为我操心。 只是我来贵刑之前,问过了几家银行,他们保险箱的租金都很昂贵,所以嘛,我就准备在贵刑寄存这些股票,租金实在太便宜了,一年只是要花6美元,贵重物品的寄存,按厂理应放在街库的保险箱里。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但犹太商人没有困于常理,而是另际吸尽,找到让证券的锁进银行保险箱的办法。 从可靠,保险的角度来看,两者确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除了收费不同,通常情况下,人们是为了借款而抵押,总是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抵押,争取尽可能多的借款。 而银行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或有力,从不肯让借款额接近抵押物的实际价值。 所以,一般只有关于借款额上限的规定,其下限根本不用规定,因为这是借款者,自己就会管好的问题,能够钻这个空子,转换思路思考问题。 这就是犹太人在思维方式上的经营,善于转换思路思考问题,常能获得更多的成功的机会。 连爱用智慧创造财富,很多年以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 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三。 那算奥斯维辛堵死了几十万人,父子俩是活了下来。 1946年,他们来到美国,在修斯敦做铜起生意,一天,父亲问儿子一磅铜的价格是多少,儿子达三十五美分。 父亲说,对,整个德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的价格是三十五美分,但作为犹太人的儿子,应该说成是三十五美元,你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棒看看。 二十年后,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起点,他做过铜骨,做过瑞士钟表审上的黄片,做过奥运会的奖牌。 他曾把一磅铜卖到三千五百美元,这时,他已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然而,真正是太阳明的,是纽约州的一堆垃圾。 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像发现扔下的废料,像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过去了,没人印标。 正在法国旅行的他听书后,立即飞往纽约的,看过自由女神像堆积如山的童话,螺丝和木料后,为其任何条件。 当即就签了字,纽约许多运输公司对他的这一愚蠢举动暗自发酵,因为在纽约州,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 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犹太人的笑话时,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 他让人把废酮融化,组成小自由女神像,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笔做,把废签,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 最后,他甚至把从自由女神身上扫下来的灰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现金,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一万倍。 犹太人并不是天生比任何种族的人聪明,但他们更懂得怎样去铸造这枚无价的金币。 当他们的孩子刚懂事时,母亲就会将蜂蜜递在书本上,让孩子去试书上的蜂蜜,其用意是想告诉孩子,书本是钱的,交易的智慧。 蜂蜂灌顶,阻力最小的秘密,在这个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均遵循着阻力最小原则。 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并未留意,光与水的智慧,光是节约时间的典范,它永远以最短路径行进。 在真空中,光与三十万千米小时的速率延直线传播。 伴射时,光所走过的路线,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折射时,入射角与折射角的比例,与两种介质的折射率,保持着特定关系。 匡的行为,取决于介质的根本结构,光在介质中,始终以阻力最小的方式传播。 任何一条其他路径都是弯路。 再来观察水,水的智慧,远非世间常人所能及。 河道宽,则水流缓慢,河道窄,则水流湍急。 水的行进路线也取决于河道结构,或是河湾,若水流遇到一块巨石栏路,它不会去努力翻阅,而是明智的绕道而行,努力难痛苦之源。 那么先问个问题,你喜欢交易吗?你为交易努力过吗? PS,这不是问你,你喜欢赚钱吗?你为赚钱努力过吗? 现代教育崇尚努力和竞争,宣传名人早年充当拼命赛狼的报道比比皆是,似乎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但真是这样吗? 上孩子每天比别人多练两个小时钢琴,将来他就能成为莫沙特,比别人读话两个小时的话,就能成为达芬奇。 钱财是1%的天分,加上99%的汗水。 这句话没错,但不要小看那1%,他决定了剩下99%的汗水的性质,拥有这1%,努力便是成功之源,缺少这1%,努力只能成为痛苦之源。 努力,即使徒用强大的意志,克服最小阻力的约束,与环境和自身心境对抗。 从这个意义来看,钱财或许从来都没有努力或侵犯过。 在常人眼里是在做拼命三郎,但事实上他们不过是顺应自己心灵的召唤而已。 半夜12点,肖默扎特在练琴,凌晨1点。 在父母棍棒驱使下的一个小男孩同样在练琴,外表相似的行为背后,是全然不同的结构。 前者在享受整个音乐行云流水的过程,后者或许仅仅出于不愿挨打的目的,顺心根本无需努力。 只有维新才需要努力。 爱因斯坦曾说,我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如果您发现自己每天工作都不开心,都在努力克服许许多多的障碍,一切只为等待发新日,那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您不是做这电视的天才,画家每画一笔,想着这一笔能给自己带来多少财富。 他不会是一个好画家,不认爱足球,只希望借助踢球,让自己拥有豪材的球员,不会是一个天才球员,立志要得了诺贝尔奖的人,一定得不了诺贝尔奖,不能享受投资和交易的过程,只求在交易中快速获利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好的交易员。 更看重享受过程,还是更看重享受结果,或许正是少数成功者与多数失败者之间的根本差距,克服内心的挣扎,试图用卤力来麻痹神经。 从交易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一试,那些让您撤厌难眠的交易单,十有八九会以亏损收场,因为很明显,您已经不是在享受过程了,而是在被整个过程煎熬,不断的寄希望于这个过程早点结束,好让自己最后得到煎熬的回报。 不幸的是,人的心灵往往是最准确的罗盘,密切而为不仅让整个过程痛苦不堪,而且结果也往往不尽人意。 改变结构,方能改变结果,以努力作为手段的行为,是治标,为由改变结构方能去本。 这犹如治水,堵不如疏,要想改变河流的走向和强度,必须在河道上做文章,不想让水太急,可以把河道心宽一些,以为风堵可能决堤,而积极疏通反能引水灌溉浓田。 对个人而言,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那么这时最需要的是自行,而不是继续努力。 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从结构进行调整,要比运用意志力重要得多。 人生最重要的是,莫过于搞清楚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是做什么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将姚明去大乒乓球,巴菲特去做中文系教授,恐怕他们再怎样努力,也难以获得现在的成功。 一旦寻找到这份上帝安排的职业,就找到了心中的事。 从而顺势而为,为过程而快乐,而非为了得到一个结果委屈求全,对交易者而言,必须认识自身结构,性格与心理,认识市场结构,分形与波浪理论,做到知己知彼。 市场是自然的函数,稳定获利的途径,也注定是一条阻力最小的通途,而非让人心力交费的战场。 超短线周线组合超低1,周线组合超低0,1,古栅出现周线级别上涨放量下跌缩量,并且地步出现抬高,2.20周军线得到修正,3.5周军凉线金查诗周军凉线,4.5周军线金查诗周军线买入, 这种周线组合的安全系数比较高,判断底部的准确率也比较高 弊端是容易选到持续盘整的股票,获利空间就相对较少了 再就是止损空间相对较大,严格意义上可以把止损设置到五周均线 既收盘有效跌破五周均线止损 但是实际操作中股价真的有效跌破五周均线 你的止损空间可能高达10%以上 这样的止损空间很肉疼,也是很多股民朋友不能忍受的 所以选到符合要求的股票可以再用日线的选股技巧辅助操作 相对灵活性就会大大提高 股票的运作周期,盘底阶段,上涨阶段,盘头阶段,下跌阶段,盘底阶段 二,一二一抓平台起飞 一是指个股经过一段时间下跌后 K线走成多根小阴小阳 每根K线最大不到4% 乘一字平台,其对应的成交量也极度萎缩 二是指突然有一天 成交量比前期放大两倍以上 一只是当天的K线收出一根大阳线 股价涨幅要达到6%以上 最好是涨平,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盘中兼职进入,买一只就准转一只 准确率达99.99% 并且后市一般涨幅至少在50%以上 所以,当你发现个股K线乘一字平台 就要重点关注 耐心狩猎 等成交量放大两倍 并拉出一根大阳线那天果断买进 三,波云鉴运抽笔形态 个股在日K线上连续 拉出三根或四根以上中 阴线或长阴线 乌云滚滚笼罩着 此时投资者甚恐慌 割肉里场着比比皆是 实际上,此时个股跌幅巨大 技术上存在严重超跌 脾气泰来的反弹行情一触即发 一般来说 个股在日K线上连续 拉出三根或四根以上中 阴线或长阴线形态 不管是出现在下跌末期 还是在上涨途中的调整 都应是短线抄底的好点位 大阳线出现就是最佳介入时机 技术特征 一、个股在日K线上连续 拉出三根或四根以上中 阴线或长阴线 二此时个股跌幅巨大 技术上存在严重超跌 三、最后一根阴线足够大 最好辅百分之五以上 四、阳线也要足够大 最少百分之五以上 插入阴线越深越好 最好覆盖住阴线 四、一脚定前宽 当某这个股经过一段时间的小幅阴跌后 突然出现加速下跌 并在某一天收出一根翘空下下 且带有下阴线的阴线 并伴随成胶量明显放大 既说明阶段性底部已经出现 后市看涨 例 从高点一路下降幅下跌 然后开始加速下跌 最后放量下跌 收出一根带有长下阴线的阴线 这说明底部基本看明 如果最后的五个交易 日内出现涨幅 达到百分之三到五的阳线 为最佳满入时间 后市将上涨 下阴线越长 成交量越大 见底后的降幅也越大 形态突破交易法则一 关于有效的突破形式 一、突破要求 其为展幅平台整理突破的变体 数宽幅区间整理突破 可分为百分之五幅度内的小区间 百分之十以内的大区间 区间内的极限高点与低点相近 平台整理的时间长 小箱体在三周以上 大箱体在三个月以上 半年甚至更长 时间越长积累的行情越大 突破有效性越高 因为幅度较大 入场时 最好有其他可以先组合 或者小突破为辅助 二箱体整理突破的交易规则 一入场规则 以突破箱体的最低价为标准 并且以收盘突破为标准 当箱体内同时存在其他形式突破 以其他形式突破优险 以箱体突破架仓 二止损 主要以突破后的箱体中周止损 具体算法以区间内 最高价和最低价的一半为准 三仓位 形体突破辨别难度大 一形成甲突破 止损幅度大 在突破类型中此之 曾为以总资金的1%来恒定 四根组控制以及出局条件 与再付整理突破的处置规则一致 二 关于相信整理突破 突破要求 一盘整时间长 有相信的高低点 高低点的幅度比较大 二突破有K线组合或其他突破配合 有效性更高 中种 返回50% 止损 向上突破迈入 向下突破迈出 三 三角形收敛突破 形态要求 与平台整理突破相近 都是市场越排越窄 到最后选择方向突破 高点不断降低 低点不断抬高 高点和低点能连成短期趋势线 成窄幅收敛状 大的三角形收敛可能持续几个月 小的三角形收敛 也可能在三者左右 时间越长 优效性越高 运域的行情也越大 一入场条件 以突破收敛过程中 左侧最近的高点 或者低点为标准 同时符合击破了上升 或者下降 趋势性要求 二 止损和仓位 由于三角形收敛整理形态可靠性高 仓位与债服平台整理相当 以账户资金的2%为风险度 止损条件一入场后 市场反向突破高低点为准 一 三角形收敛顺势向上突破 突破左侧高点与下降趋势线 买入 以突破后收回令跌破左侧一个低点止损 与平台整理突破相近 都是市场越拍越窄 到最后选择方向突破 高点不断降低 低点不断抬高 高点和低点能连成短期趋势线 成下扶收连状 二 三角形收敛顺势向上突破 突破左侧高点与下降趋势线 买入 突破迈空 与平台整理突破相近 都是市场越拍越窄 到最后选择方向突破 高点不断降低 低点不断抬高 高点和低点能连成短期趋势线 成下扶收连状 四 WD M头形突破 形态要求 一 WD 因为其为阶段性反转形态 与此前趋势相反 又可分为顺应主要多头趋势的WD形态 与你主要趋势的WD形态 如何是顺应主要趋势的WD 仓位可多些 逆势则应少些 使用过程中同时要参考 其左侧历史上是否有重要的支撑或者阻力位 图形要求 CA 但价格突破B点时开力多头 2米顶 作为顶部反转形态 与WD的参考依据相同 图形要求 C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